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花花 今天是成都展会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呢就开始要给我们的各位已经订过车的车友要进行交车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一看这款国六的EV2Otron的车型上 拥有了哪些新的升级,新的改动 看一看是不是当时您提的意见呀,是不是您想要的样子呢 现在这个车呢已经有了主人了 所以我们上车前呢已经跟主人打好招呼了 现在去到车里面一块去看一看 我们先寻找一下这个平常的变化哈 大哥,恭喜你喜奇爱车 你给我走吗 你这运气好哦,有现车,这个车都是要需要等五个月的 正好我们是升级赶上了 好,我们第一个升级的地方呢就是在我们桌门的右手边厨房三电套的这个位置 可能这一次不能跟他厨房三电套啊,因为已走了一电套 我们先来详细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将我们曾经的形成速度一旁的车厨房啊,到了在冰箱一侧 也是在我们的车身的中间位置 在冰箱使用起来,可以让车厨房度能够更快的升起来 冰箱的话呢,采用的还是一个房租专用的12幅的冰箱 上方是冷冻,下方可以冷藏,使用起来很方便 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下这个微波炉 之前呢,微波炉是放在上方了 有很多人会说,这样微波炉里热完东西之后拿出来的时候 应该太高了,要抬手,可能会容易烫伤 好,那这一次呢,船家也是听起了各位朋友的意见 将咱们的微波炉放在了冰箱的上方 这样一个高度就是我们这种普遍身高 大概在1米6的话,还是到1米8的话,都是很方便的哈 在我上方看呢,将浸水给移走了 那这个地方呢,就多出来了一个柜子 这个里面啊,我们可以用来放一放红酒 喜欢看书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书柜来使用 有了多了一个很好的储物空间 我们再整体来看一下哈 那旁边一次的话呢,大家准备着有柜子 一进门的一个上门鞋柜 曾经啊,也有车友说 因为客户上这款车子设计的哪哪都好 唯独遗憾的是少了一个衣柜 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遗憾也不再有了 在这款车上又增加了一个衣柜 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的厨房 以及卫生间的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走进来看一下哈 是一个立室的大衣柜 上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来放一放包包 然后下方呢,就可以用来挂一挂我们容易整住的衣服 诶,将军水设计也放在了这个下方 我们来给一个远一点的镜头看一看 对于这一次的迭代更新升级,各位车友还满意吗? 如果满意的话,请在其中下方给我留下大大的满意两次 感谢各位车友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